文物人作词 & 《云健康》 《东海是年余日的本来》 《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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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同意《云健康》 暗媚的观点就是说 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在非这些 影响力还是很大 但是那个现实的意义未来怎么样我们还看 但是逻辑上来讲 大概是我比较同意小平在那儿对他的整个的分析 就是整个的从未来角度来讲 这个逻辑没什么可取的 他同样的法事和政治观念来 但是从政治上来讲 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平上的时候的宪政 不是完全共产党和宪政不一定 未必是绝对的充足 这怎么讲呢 你可以保留他的内涵 但是可以修改他的外言 反正他的结果是可以修改的 内涵我同意就是必须是最基本的 也论自由投票权 最基本的就是民族和自由选举 那么从外涵上来就我们看看 宪政的时候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是哪个宪政 是英国 英国的宪政 英国的皇帝 英国的国王是非常的独裁的 也是独裁的 那么这样一个独裁者 创造了实际上第一个宪政国家 他们还是没有 就是没有那个书写的宪法 他也创造了 所以共产党和这个 未来的民族和自由和宪政 是不是绝对的冲突呢 这取决于共产党愿不愿意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候 他这个看到了历史潮流 他接受了宪法就不是共产党 对 那你这样 形式上来讲 现在英皇 国王 他还是国王 他还是国家的领袖 退出了 没有 他在政治上面还有一定的影响 他国家的代表 从形式上来讲 就实际上来讲 英国的1840年 他是革命不成功的 对吧 最后呢 1860年的光荣革命 恢复了他的这个宪政 叫做君主宪政体系 但是这里有一个真好的呢 英王一开始 国家是英王的 后来英王变成虚君 这个是这个逻辑问题 你说那现在共产党 他也是国家 对 没有 他说他替人民管国家 对 你那套话 我把它翻译成共产党语言 是一模一样的 共产党说 这就是我打的天下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这第一点 对他们来讲 我就是共产党的最先进的份 我代表人民 我历史的选择 我代理人民往前 都往前 谁也不代表人民执政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说法 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讲的 宪政的角度来讲 他是有他的 宪政来讲 他是有他的这个体 实质上的内容 和这个形式上的内容 那么共产党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体制要去鞭打他 这历史啊 他过去历史犯的罪 可能比那种的君王 都犯的罪还大 但是如果从正式 现实角度来讲 你想走一条 往前面走的道路 有一种 再策略的这种选择的话 如果你斗不过人家了 那有一种选择就是说 OK 那你可以保留他的一定位置 然后你要 他要放弃他的一种控制权 就是人们的思想的控制 言论的控制 然后真正实现民族选举 如果这几个方面实现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这样一个 那国王是没有了 可以设计了 但是呢 可以保留一个上院 那共产党就当他的上院 上一会上一会上院去 然后呢 你可以让他当主席 当总统 当国王一样的 但是呢 决定权呢 属议会政治 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 你共产党保留一个上院 那下位呢 我们选举产生的 对吧 但上院以后不准他太多的权力 就限制限制结构 是不是可以呢 但问题是说 这种可能性 只有我们双方斗的没办法的时候 它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把它斗倒 如果人民要起来造反 如果人民要把它推翻掉 那干干净就把它推翻掉 这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是理想和政治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作理想来讲 那我们当然是 不需要有一个救世主 在我们头顶上 共产党一诞生 他就要宣称自己是救世主 对不对 他现在理论也是救世主理论 只有我才能带领你们走向未来 这就是他最基本的救世主的理论 他就是耶稣过来了 如果我们今天 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救世主干架 当然很乐意了 如果在政治斗争当中 你战复战夺的妥协 那只要他承认最基本的价值 是不是加很冷革 我觉得呢 是可以接受 限制民主的核心问题 是他是不是真正的 是要承认人民民主的权利 人民的这个投票权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中国民主党全国文会 写这个章程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很少有人注意的时候 我专门写进去 不要宣传政调 不要宣传政调 我们这个 这个章程里面 里面也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 做主的权利 这句话很多人呢 在共产党就是 这个就回到 你讲完了没有 没有 回到 回到胡思平的文章 胡思平的文章就缺 就是没这个基石 他历史就把这个权利 让给习近平 一个理想的人物 让他来 让我们走出来 走出一个 一个自由的道路 让他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就是祈祷他来的 这个就是说 中国这六十年代的统计道 这个人们的思想的状况 就是一种奴隶办的思想状态 这种东西不是 从理论上 纯理论上来讲 它是斗争的结果 你要现在去祈祷他 很多人都同意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 就是这么思维 在讲完了吗 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